二少林岳同学被刺我是王八蛋 这名19岁理性被害人的左手上 被刺上纳粹图腾和十字架的刺青 背上更夸张 被刺了我是王八蛋和看三小等羞辱字眼 林岳他的恶霸竟是他国中同班同学刘廷豪 就是人家在头刺下去 然后说不要然后说没有不要 被害人从国中时 就遭这名恶霸同学恐吓七五 上月初恶霸同学找他跳阵头 他拒绝 19号晚上他在街上遇到恶霸同学和同伙 被他们压到住处狂殴 你娘 还在他背上刺我是王八蛋 逼他跟着念 我是王八蛋 之后又刺上看三小和纳粹图腾 和框柱的火大两个字 要他猜是什么意思 很生气的意思 笨蛋 连神奇宝贝的图腾都不认识 被害人隔天获释 还被索讨2000元红包当刺青费 被害人原本不敢告诉家人和报警 但案件被热心的北投分局侦查队小队长范玉元意外侦破 小队长日前到警局对面用餐 好心请一名饿了几天的男子吃面 男子向他爆料有朋友遭刺青凌虐 我就把被害人请来说 让我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有被刺青 就把衣服拉开一看 哇真的不得了被刺青了 然后我们就到犯水 如洲 还有我们本侠 把作为三个犯水 通知台湖到岸 主贤刘廷豪竟变称是出于好玩 还说被害人自愿当跨部 供他练习 解放讯后将三人依伤害 恐吓和妨害自由等罪送办 动信文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